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在範例題裡面也有 就是如何留下英文 就是有英文有中文 有中英文裡面的中文 比如說你可能有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A欄裡面的包含就是說 有什麼資料庫 SS2003 那可是你只要這個裡面的中文部分 那你要怎麼去判斷 所以這裡的話 我當然有一些解法 也許你們可以自己先把範例檔打開來 那範例檔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那個一樣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這個 解出來這裡面 範例檔 你可以把這個範例檔打開之後的話 範例檔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 這個 然後還有什麼 判斷數字與非數字的個數 比如說裡面有數字 也有不是數字 那你怎麼知道裡面有幾個是數字 幾個是非數字 還有什麼呢 英文跟非英文的個數 裡面可能有英文 有非英文 那你怎麼判斷 還有其他啦 類似像這些範例 我們逐個逐個後面會跟各位做解說 那比較詳細的解答其實就是在這裡面啦 所以你將來慢慢習慣 因為這個沒辦法把它圓圓全部放在講義裡面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你要使用 你要先看的話 直接點擊它 這邊有個彈出視窗 OK 彈出之後 答案就在這裡 當然呢 我的講解的流程 基本上 就是會先用 基本的函數 再來就高階或者喊用函數 那最後當然還有就是說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更快的方法 不過這個部分就需要 寫那麼一點點程式啦 我都會做解說 那這些東西 基本上 我是參考這個答案的程式 那書裡面 基本上那本書裡面 它當然也有講到 不過它的解法跟我的還是不一樣 我是用它的範例 但是解法是我自己的解法 因為它那個書裡面 它就是把全部的結果 一串公式放在那邊給你看 我剛開始看了 我也覺得傻眼 這樣怎麼一般人可能看得懂 所以我把它拆解拆解再拆解 那另外它裡面沒有VBA 它只有函數的解說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自己再補充一些東西進來 那範例是用它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範例 其實編的還算不錯 OK 好 那剛剛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需求 假設我今天需要加快速度 需要制定一個函數 比如說制定函數 那什麼叫制定函數 在這邊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可以產生一個 使用者定義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是完全是 符合你工作需求 有點是量身定做 完全match你工作 反正你工作是怎麼樣 你做完之後 你的工作就解決問題了 OK 比如說手機好了 按確定 他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剛剛我demo過 1 2 3 我想應該 再怎麼不會用函數的人 看到這個應該也會用了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再把它點擊兩下 問題就解決了 OK 可是後來我做完這個之後 同學就 又有意見 他說老師 可是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因為你剛剛要點三下 有沒有 這邊插入函數的時候 1、2、3 那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把工作流程再簡化 怎麼簡化法 可不可以選 因為選可以選一個範圍啊 你不是選一個一個這樣嗎 因為如果將來呢 如果你的格子很多個 那不是要一直點 會很辛苦嗎對不對 可不可以這樣一掃過去 就掃一個範圍給他 三個嘛 OK 我想說 蠻有道理的 我想想想一想 OK 所以後來 我有第二招 第二個解法 就是說 如果你要 插入函數裡面 有個叫手機的 函數 有個叫手機的範圍 那這個手機範圍 按確定之後 他就是只會給一個格子而已 他會跟你講說 你給我一個範圍 那我就把這個範圍給他 按確定 OK 答案也出來了 這樣應該會更快 不過 同學的問題 當然都是好問題 因為你當然要加快速度 再來也許你還會更快 按按鈕 這應該更快 比較清楚 按下去 OK 都是方法 那當然如果說 好像這些方法 你把它串連在一起 你很多工作 都是全部都可以一次性 全部做完了 那這樣很愉快 工作其實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因為 像我自己的習慣也是這樣 就是 也許我剛開始 會先把那個流程 亂過一遍之後 我如果這些事情要重複做了 我就不要再浪費時間 我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一次性做完就好了 可能這樣的話 可以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好 好 那我們逐一來看好了 第一個 那我要怎麼樣完成 這件事情 不過在完成這件事 我從這邊講起來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加快速度 不過這個各位要一點點心理準備 因為 它這個 叫開發人員的這個標籤有沒有 預設是沒有出現的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要先把什麼 開發人員四個字 這個 頁面標籤 要讓它顯示出來 預設是不存在的 我們說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 我把它回來原來的 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呢 開發人員怎麼顯示 一 在 左上角 有沒有一個小箭頭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樣大概最上面 你看一下 有個小機關 那請你點擊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呢 點擊完之後呢 制定功能區 制定功能區 預設是這個是沒打勾的 叫開發人員 所以預設你們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沒有 沒有這個開發人員四個字 那你要把它叫出來 請注意 其他命令 自定功能區 這個打勾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呢 請你把它切過去 OK 那切過去之後的話 可是你 你就要慢慢有心理準備哦 因為你點擊它的話 表示哦 你已經晉升為開發人員了 OK 所以哦 你就可以再做很多的應用了 就是這個應用的話 已經不是說本來他提供給你的 而是說你可以自己設計出一個 完全符合你工作流程 上面的一套 這個解決方案 好 OK 那怎麼做 第二個的話呢 開發人員進來之後 他最關鍵就是這個 叫Visual Basic 所以VBA主要是用它 當然也有一般的書籍用那個所謂錄字句集 這個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但錄字句集其實它自動會幫你寫程式 好 我想後面有機會我們再談 那Visual Basic點擊進來的話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寫完的 其實就四段了 這個Sub開頭的話 它就會對應到一個什麼呢 一個按鈕 有沒有 它是一個Sub哦 OK 它是按鈕 這個Sub是對應到一個按鈕有沒有 所以哦 字太小了吧 字太小了吧 字太放大一下好了 工具裡面選項 有一個撰寫風格 它預測好像12號字 我覺得太小 大概至少 9號字太小 我把它改成12號 所以特別注意以後有個觀念 反正你這個觀念有了之後 應該後面就好解決 如果是一個Sub的話 它對應的是一個按鈕 那所謂的Sub就是按下去 跑完自動結束了 那底下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有插入那個函數 有個使用者定義有沒有 它的開頭一定叫Function 這個Function 由刮符後面跟使用者要資料 由這個後面做完之後 再返還給這個函數本身 再丟到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它會把這有點像return 返還一個結果 丟到你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個Sub有點像單項的 它跑完就結束了 那Function的話 它是自訂出來的 其實Function就是函數 就是自訂出來的函數 它是跟使用者要資料 要完資料呢 幫你把結果返還到儲存格裡面去 OK 大概的原理原則是這樣 那如何產生呢 其實它本來是沒有啦 特別重要 它是開啟Visual Basic之後 那我建議 請你把這個視窗怎麼樣 稍微縮小一點點 因為呢 我們其實是可以一邊看著我們的需求 一邊去撰寫我們的程式 那基本上 程式撰寫在哪裡喔 記得喔 這個我先把它移除掉 他問你要不要匯出不要喔 原則上呢 你們可能一打開之後 看到的應該是這樣的畫面 裡面什麼都沒有 但是以後記得啦 一開發人員 二Visual Basic 三看一下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請你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做什麼用呢 以後你所有的 剛剛看到的Sub跟Function 按鈕的程式跟自訂函數 請記住喔 一定就要放在這個模組裡面喔 OK 如果你已經加了一個就好了 不要再一直按 就是加一個 OK 然後裡面的話呢 請你把你需要的像按鈕的話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需要先新增一個按鈕的程序喔 你可以從插入裡面 這邊有個所謂的模組 有沒有 跟正一下 應該是插入程序啦 剛剛已經有模組了 再來就插入程序 OK 先模組再程序 那程序部分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是要Sub還是Function 這個第三個用的比較少啦 大部分都是Sub跟Function 那我需要一個Sub 名稱叫門號 所以我這邊打一個門號 也許你這個地方的話 需要一個門號 它要做什麼事呢 按確定之後 它這邊會顯示一個門號 那其實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裡面現在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它不會產生任何作用 那至於怎麼寫 我想請各位先把那個環境先設置好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 這個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的這些 雲端上也有啦 那就是主要是這 一二三四段程式嘛 其實你如果想Try的話 想要試試看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把它貼上 那游標放在門號裡面 上面有個執行有沒有 按下去 它就執行了 這邊呢 按下執行 表示要執行清除 也清除掉了 OK 那Sub是這樣執行 那Function的話呢 這個時候因為你貼了兩段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在到這個 插入函數裡面看一下 你就會出現實用的定義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實用的定義 你有貼VBA程式才會出現 可是如果你裡面沒有 假設你裡面是 裡面這個地方 是沒有貼Function的話 它這個東西是不會出現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 試試看好了 先把環境先設置好 那待會細節部分我們再來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